同学们好,这次课我们来学习基础汉语语法的第22讲,副词旧和财。 我们先看旧的用法,表示强调。 这个同学在问路,请问银行在哪? 回答就在那儿,我们可以说银行在那儿,银行就在那儿,银行就在学校旁边,就在加上地点。 有人敲门,请问李老师在吗? 开门的人是李老师,他说, 我就是 我是李老师 我就是李老师 就是加上人或物 这个同学在买书 书店职员问 请问你要哪本书? 我就要这本 我就要这本书 请问你要哪条裙子? 我就要这条红的 我就要这条红裙子 就加动词 加宾语 在口语中 才也可以表示强调 有两种句子结构 第一个 才加形容词 加呢 表示通过对比 体现出来程度高 比如 两个人在聊天 一个人说 这场比赛真精彩 另一个人说 那场比赛才精彩呢 意思是更精彩 第二种是 才加不加动词加呢 强调否定意义 大卫特别累 朋友问他 你想去打球吗 回答 我不去 用才表示强调 我才不去呢 强调不想去 注意 这种结构 不能用在肯定句中 我才去呢 不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旧和才的意义和用法 这两个词都放在动词前面 大家看 安妮六点起床 我觉得很早 大卫八点起床 这个时间很晚 旧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早 才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晚 我们就说 安妮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大卫上午八点才起床 请看这张图 电影几点开始 电影几点开始 七点 电影七点开始 他们六点半就来了 这个女孩迟到了 这个女孩迟到了 电影七点开始 她七点十分才来 迟到了 旧和才的第二个区别是 旧表示动作快 用的时间少 才表示动作慢 用的时间多 同学们要去上海玩 怎么去呢? 如果坐飞机 要一个半小时 如果坐火车 要六个小时 哪个时间长呢? 坐火车时间长 我们说 坐飞机去上海 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坐火车去上海 六个小时才能到 大家要注意的是 关于时间早晚 或者长短的判断 没有统一标准 都是一个人的主观想法 比如 从家到学校 走路十分钟 一个人说 我家离学校五百米 走十分钟就能到 他觉得很快 另一个人说 我家离学校五百米 走十分钟才能到 他觉得很慢 八点半起床 你觉得早还是晚? 一个人说 我今天八点半就起床了 他觉得早 可能他平时九点起床 另一个人说 我今天八点半才起床 可能他平时八点起床 所以觉得晚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对于已经发生的动作 就要和了连用 就了 但是才不能 例如 昨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 不对 应该说 昨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了 昨天早上我七点五十才起床了 也不对 应该说 应该说 昨天早上我七点五十才起床 请大家看图片 这是学校的食堂 十一点半开门 学生们几点下课? 十二点 那我们怎么说呢? 食堂十一点半就开门了 我们十二点才下课 这个男同学在哪里? 这个男同学在哪里? 他在埃及 他开始学习汉语 这个女同学呢 他在中国 他先来中国 然后开始学汉语 然后开始学汉语 所以这个女同学说 他来中国以前就开始学汉语了 我来中国以后才开始学 现在小结一下 就表示时间早 快用时少 才表示时间晚 慢用时多 单独表示强调时 就在 就是 就加动词 才 形容词 呢 才不 动词 呢 这两个同学正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写作业 作业多还是少 一个人说 今天的作业很少 我半个小时就能写完 另一个人说 今天的作业特别多 我三个小时才能写完 那你的作业多不多 你现在也去写作业吧 同学们 这次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